台積電現在持續是擴大在臺灣投資 現在市場傳出來 說已經選定中油高雄煉油廠 五清的舊址要打造七奈米的生產重鎮 計塊二零二三年就能夠啟動 那麼對此臺積電表示了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只不過現在風聲傳出來之後 當地房價開始看漲 另一員也放了鞭炮 搶先要來慶祝高雄起飛 水泥車進出拆除廠房 這裡是中油高雄五清舊址 2015年關廠至今如今有了新動向 現在市場傳出護國神山台積電 未來將會進駐在中油高雄煉油廠的舊址 會把這裡打造成七奈米重鎮 業界預估台積電將斥資上千億元 初步規劃在面積大約169.5公頃的廠區 蓋六個廠生產七奈米 最快2023年啟動 只要對這個社區啊 這個環境有注意就可以 例如說多提高一些工作機會 我覺得心理會比較好 男子居民期待台積電進駐能夠帶動 當地經濟 如果消息屬實 房仲保守預估 男子新城屋能從一坪二十萬出頭 漲到二十五萬左右 漲幅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不過早在六七月就有投資客聽到風聲 進場掃貨 新入狀況都很熱絡啊 對啊 像其實在千幾個禮拜之前 其實在我們附近的新建案啊 其實慢慢的都已經沒有房子可以賣 我們歡迎任何的大廠來投資高雄 那特定的廠商投資的訊息 也應該由該廠商來做訊息的發佈 聽到台積電要進駐高雄 綠營議員也放鞭炮 慶祝高雄要起飛了 對於社廠傳言 台積電回應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也會持續評估在新竹 台中及高雄等適合半導體建廠用地 看來台積電南進高雄越來越有譜 記者 下令觀眾 呂昭燕 SEO組 高雄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